第二个科判获得了出世间的功德 念普贤行愿品获得了出世间的功德 什么样的出世间功德呢 数以菩提大所望 坐以降附诸魔众 成等正觉转法论 普利一切诸汉世 念普贤行愿品以后今生当中 因为他的功德和他的加持力 在将来的生世当中很快地会获得佛果 要获得佛果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需要前往具有十六功德的大菩提属下 像印度金刚座属下 当时世尊也是在六年苦行以后 然后前往大菩提加业 在菩提属下金刚加弗则发了广大的誓言 在这个座位上如果没有大智大悟的话 不会弃定 一直发坚定的誓言以后在那里成就的 所以我们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所有的行者 最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成佛的 念普贤行愿品的目的应该是最终的目的是成佛的 而不是发财也不是让你暂时脱离病苦 脱离厄运 不是这样的 应该最终是佛果 因为佛果与念普贤行愿品之间 就像我们音明里面讲的进取因和进取果之间的差别 修普贤行愿品法门的人 实际上将来迟早都一定会获得大菩提果位 这一点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将来他会在砸菩提树的树王下 菩提树王下坐着像佛陀一样的金刚家佛座 然后在那个时候魔王波讯等很多人天的魔众来 进行干扰和扰乱或者说摧毁你的菩提道心 那个时候不能摧毁自相续的道心 反而以大慈大悲心将把所有的魔众全部向佛无语 就像《世尊广传》里面 其实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本心寂静里面 从整个苦心 承道 陷服魔众 转法论 利益众生 这些过程讲得非常细致 我们以前经常看过一些佛的《本身传》 在这些《本身传》里面所讲的那样 将来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人 一定会在不同的刹土当中 那他也讲了 受到了阿弥陀佛的授记 在不同的刹土当很快的时间当中 在菩提所下做 做完了以后 马上降伏所有的世间当中 各种各样的男魔 女魔等一切魔菌全部摧毁 全部魔障当然是外在世间的各种魔 内在的烦恼魔和所知障 所有分别执著的魔障 这个是最大的一种魔障 所以这是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那么这些魔菌全部相复完了以后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大迟大悟 完全通达了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时候自己所证悟的感怒境界 为有缘的众生要传递 要传递的时候一定要就像佛陀一样 转三次非诸的法论 主要是转三次 其实《普贤行愿品》也是属于第三传法论的 《华严经》是在藏传的有些了义经典 在法门设施的时候第三传经典里面 因此会转无上的妙法论 转法论完全是利益众生 我们并不是比如说像世间的一些老师 像世间的一些教师他当上老师的位置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养家户口 自己得意的 但是不是他所有的这些目的 全部都是为利益众生呢 不一定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人 确实是无私的一种风险的人也是有一些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获得了大菩提的时候 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 不管是阿弥陀佛 世间牟尼佛 或者我们现在发菩提心的任何一个人 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自己享乐 自己寂灭 自己享乐和寂灭的话 这是我们达成最忌讳的 最排斥的一个观点 可以这么说的 这样的话到最后用佛法来饶益无量的众生 这里憨生知识是具有形式的这样所有的众生 所以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到 我们念《普选行愿品》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成佛 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佛 那么成了佛以后干什么 做什么呢 就是要利益众生 通过什么途径来利益众生呢 以佛法来利益众生 那么以佛法来利益众生一定要转法轮 没有转法轮光是一种境界 像如来遗传那样有一定的困难 如来遗传实际上 乔美仁波切的一个 《闻解脱》的功德里面讲从释迦牟尼佛到 显戒前佛最后圣戒佛之间的所有如来 其实也可以属于如来遗传 好像我们前行里面也讲过不知道我讲过没有 这样的话别人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得到 比如说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是如来遗传的 这样的一种传说 而我们现在众生可能是在没有这种境界 没有这种境界的话 那么佛陀也好 菩萨也好 平时我们一般的世间的菩提迦牢 应该以佛法来饶育众生 佛法来饶育众生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先观察自己的心 先是不是自己为了宣扬自己 或者为了自己得一些名利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想给别人传授佛法 那得不叫传法 这叫做什么呢 盘埋佛经 应该说把佛离成一种招牌来 就像现在搞传销的宣传一样的 尤其佛教徒真的是把佛法作为他的一种手段 他自己的目的是我要么得名声 要么得一个位置 要么得一种财富 这样的话最好不要传法 不如自己去打工 自己去挣钱 然后自己烧厕所 这样来挣钱更清净 确实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甘露 以这个来挣钱 以这个来作为 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的确也不合理 现在世间很多人对佛法的理解 误解就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的确也是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我们出来家以后其实出家人的确是 他的任务是更重的应该可以说是人重道远 因为他没有家庭的约束 没有单位的约束 他完全出来了 那么出来了以后他头发没有的话 说明所有的束缚就没有了 那开始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 真的要进入弘法灵圣的大队伍当中了 应该真正的出家人也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才算是大乘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当然你如果是一个 希求寂灭的一种小乘出家形象 可能自己希求一种果位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念普贤行愿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成就转法论转法论过后干什么呢 就是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是每一个修行人最终的目标 我想现在很需要把佛教的有些道理 要给很多人讲如果没有讲的话 现在许许多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教 佛教的基本道理和基本理念 对很多人来讲可以说是茫然不知 非常可怜包括有些佛教徒 有些寺院里面的一些出家人 根本在这方面是不重视的 当然我们如果建造一些佛殿佛像 这些也是一个功德所以我们不排斥 有一定的功德 但是最主要的佛法在人的心相续当中 他可以建立佛床 树立佛床 因此我们发大愿的时候自己也应该这么想 前面偈颂念诵的时候愿我生生世世 不管是在人当中也好 在哪里还是要成为一个不要变成 谁都是排斥谁都是看了以后都是特别讨厌的 谁都不愿意见到那种人 人当中的确是到哪里去 在任何人群当中去的话 在家人的时候也是谁都不欢迎的 包括出家人的时候也是 这个班里面也不受欢迎 那个班里面也是不受欢迎的 可能在这个地方我的运气不好 应该到另外一个道场可以吧 然后又换另外一个道场的话 在那个道场里面也是不受欢迎的 又换一个道场也不行 所以有些人真的 跟前世的异俗果报不好的话 谁都不欢迎的 有些人不管是到哪里 谁都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尊重 非常尊敬 也有这样的 因此我们先发愿生生世世当中 种类 相好 智慧都圆满 最重要的发愿我们也不是 暂时的一个发愿就已经做够了 一定要 大家都想 因为我们得人身是很难得得人身以后 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人身 谁都不好说的呢 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 这么多僧众和这么多佛教团体一切 哪怕是念一遍《普贤行愿病》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但这样一遍观想的时候 一遍自己也要思维 我念《普贤行愿病》 我今天回向善根不是思维自己 一定要将来很快的时间当中我成佛 成佛以后我用转法轮来利益众生 现在我们凡夫人虽然说是转法轮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相似的法轮 我们讲相关专业论的时候 真正的法轮佛陀和菩萨可以转的 我们凡夫人转的话转不动 有时候即使转 转有时候有一定是困难 因此我们一定要转真正的法轮 要发这个愿 这叫做普利一切诸汉诗